銀行業這次影響程度頗大的 會直接來請上來 廣告前那張的資料才發現到 原來現在大家低利率 包括降息等等 他們的利差可以賺的收入就變少 那為什麼說現在買的話是分批 往後面幾個月分批買 不要一次就把他買下去 因為還有一些未爆彈 怎麼說呢 因為第一個來講的話 我們房貸降息 但房貸降息的話 是在三個月後才會開始顯現 因為我們剛剛才降息 對不對 對 所以的話大部分的銀行 開始調降這個利率的話 那都是在這個四月或五月 甚至有的六月才會顯現 所以他會有一些後面的遞延效應 那沒有這麼快就顯現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海外投資的這些 損失或是單帳等等 那麼三月到第二季的話 也會是最高峰 難怪人說銀行請小心 第二季可能會最慘 就是海外的投資 放貸這些都是壞消息 然後加上的話 就是有一些外資就一直給他賣 對不對 因為像新加坡主權基金 挪威的央行主權基金 因為他們都不太好 所以他們就一直賣一直賣 我們插播一下 那一張真的主權基金 現在賣很大 您自己看看就好了 對 持股很高 對 持股這麼高 如果他急著要用現金 油都賣油賣不了錢 就賣我們的股票 就這樣 好 來再看文字 所以我說他還有一些 這個未包單還沒有出來 但是基本上面來說 他已經接近最壞的狀況 所以你買的時候就分批買 不要一次就把它買下去 就分成幾個月 每個月定點 像定期定額這樣慢慢買 我覺得就好方法 那如果金融可以當存股分批買 選股條件 選股條件的話 第一個ROE要好 這表示他自有資金的運用效率很高 股東權益報酬率 對 這個要好 然後再來的話 配息的話 基本上殖利率也要不錯 然後還有的話 還是要有一些市場地位或是立即性 那剛剛我講的 就六個月為期慢慢的買 然後我們來看看標的 所以標的的話 來這裡面的話 這兩個是金控 剛剛被降頻 但是降頻以後 其實反應也沒有很大 專門降兩個龍頭你看 對啊 但是降頻後 其實股價也沒有跌很多 你就表現他其實是 慢慢接近低點了 那再來的話 這兩個比較單純 業務上面比較單純 存放就是比存放的部分為主 那還有的話 那趙鋒金就有關股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他要出來扛 但是問題是 如果像護盤低個下去買 是關股他先買 所以的話這個有好有壞 那再來金城銀就比較單純的 南部銀行的獲利王 所以如果以單純性來說 這兩個我覺得比較單純 可以優先先考慮 那這兩個比較會有一些財報的影響 不過基本上降頻也沒什麼利空 你就知道 其實應該距離底部也不遠了 也就是了 早就反應了 誰不知道他們的差 誰不知道會不會降頻 惠子姐 我要求不多 因為錢很少 所以如果只有兩檔可以挑 你會挑誰 我換回我會挑這兩檔 因為我覺得他們其實都蠻好的 你看百分之百多天息 不是蠻好的嗎 那上海商業其實就是一個 蠻穩健的公司 而且又很單純 業務也很單純 不好意思 我就是美膽 美膽的挑關股行不行啊 可以啊 因為關股其實 股息率率比較高啊 對 股息率率比較高啊 而且事實上它這個也是政策的指標 買盤進來的呢 買金融存股的條件 請看 然後標的請參考 接下來我要麻煩趙欣請上來囉 這個就不是請了 這是感恩啊 防疫要做得好 臺灣的厲害 來自於全國上架 大家團結一致 顧問院研發了智慧關懷居家管理系統 來請看 管你也晚了 因為現在太多人居家 檢疫啦 隔離啦 待在家乖乖的滑手機啦追劇啦 可是呢 真的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也要一套好的智慧管理喔 對 這個本身來講 這個應該是會未來的臺灣之光 臺灣之光一是口罩 臺灣之光二可能是這個最新的APP 那基本上來講因為現階段有很多人 在做一個檢疫的動作 大概有九千人到一萬人在做檢疫 那檢疫的部分來講 在過去以往時間 他必須要call 要回call 就是變成打掉要跟他講什麼 問他說你有沒有在家裡頭 有沒有到處亂跑 那現階段來講可以透過這個APP 就不需要那麼多的一個能力 趙欣啊 我聽懂了 所以這一套的智慧關懷居家管理系統 就是第一線防疫人員的最佳幫手了 他除了幫這個居家隔離的 還有幫哪些人啊 里長和里幹事還有警察的部分 本身來講是追蹤一個居家檢疫的 一個部分 因為目前臺灣統計起來 大概有九千人到一萬人 是在做一個居家檢疫 那什麼叫居家檢疫 就是出國的人回來就叫居家檢疫 那居家隔離來講 是曾經去遇到過 隔病的人 接觸過 他就是居家隔離 所以以前他們這些民政單位 都要打電話問 疲於奔命 所以只要看APP 而且他譬如說今天來講 如果是有人跑出去他的家裡頭的話 警察要去追人 對啊 就會有的時候 凌晨的時候要跑去追人 那怎麼有可能 所以他現階段來講 他必須是用一個定位系統 然後還要用一些 用一些 用一些比如說視頻啊 或者說一些 比如說臉部辨識啊 或者指紋辨識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張特色的一個部分 那他四大特色來講 他必須要高精準定位 高強度確認 維護高隱視 以及高便利性的一個部分 這什麼意思啊 對 那怎麼做到 基本上來講 因為人喔 他竟然住在家裡頭 譬如說我們用GPS定位 它是一個範圍 你竟然來講 你如果說 好 比如說我今天住六樓 我到樓下7月 你任何買東西的話 GPS其實他不知道 因為他是看垂直的 對啊 他平面上來講 他平面他看不出來 你的人還是在那邊 但是你已經下去 已經偷買東西了 我跟你講 他是看平面的啦 我們的樓下是垂直的 所以你人還在那個定位 其實你已經到隔壁的7月買東西了 會追蹤不到 所以說我們必須來講的話 他必須要做一個 高強度的一個確認 那怎麼樣做一個 高強度的確認 他可以必須說 可以用人臉辨識 指紋辨識的部分來講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做更改 也就是說有些人 他可能說手機今天放在家裡頭 但是人跑出去了 或是請人家幫他接電話 他聽不出聲音來 所以就變成人臉辨識 然後說比如說 某某某 你今天來講有沒有在家裡頭 所以我妹妹幫我回答警察說 什麼什麼的 結果人臉一辨識 我就被抓 妹妹就被抓包了 對 就不行 那今天來講 他要怎麼樣去做一個 精準定位的動作 這個東西來講 一般來講GPS 就是他是最精準的 定位系統 他大概是20公尺以內的精準度 但基本上 因為他GPS來講 他是透過衛星 所以說你人如果在家裡頭 來講他是偵測不到的 那他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一個盲點說在 那個範圍沒有辦法抓到太 detail的了 他應該是這麼講 他因為衛星的部分會被防止擋到 所以人在在裡頭 我不曉得你到底跑到哪裡去 你可能五樓跑到四樓 他考不清楚 去串門子 對 所以他現階 他必須用其他的方式 去做補強的動作 那Wi-Fi系統 以及基地台的部分來講 這叫三點定位系統 那就是三個點位 他可以定位出人在哪裡 那還有另外一個叫 基地台的部分來講 他的做法其實也是一樣 基地台它是比較大的 比較大大範圍的 比如說可能五百公尺或是一千公尺 就是比如說我們遠傳 中華電信 台灣大廈 基地台的部分 他也是一樣用三點定位的部分 所以他今天來講 三個基地台 工研院他的做法來講 他就是利用了GPS Wi-Fi 基地台的部分 去克服他的盲點 因為人會跑來跑去的 那如果是全部的定位 全部都加集在進去的話 這個人就幾乎被追蹤 因為我家有Wi-Fi 我到四樓他的Wi-Fi是B 所以你是五樓到四樓就抓到了 然後還要透過陀螺儀的部分 他可以追蹤你 譬如說你如果是突然間 是坐電梯下去的話 因為他這叫水平 你定位的話 他是水平定位 但如果垂直跑的話 陀螺儀他會偵測到 回顧高隱私的部分 他這一套APP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 他是利用高科技 一般來講我們APP 譬如說我們是在Android系統 或是蘋果系統下載之後 下載完之後 你可能這個APP你要更新 他必須要常常會更新 你會覺得很討厭 他常會跟你講說要更新要更新 但這個來講的話 他這個設計起來的理念 類似像窗口的一個部分 你下載完之後 他是直接在一個伺服器裡頭 在遠端的部分 直接可以去更改你的程式 就是說你不用每次 每次一直去做一個下載的一個動作 包含你這個人 你的個人資料來到這個伺服器裡頭以後 他本身來講的話 他可以做一個鎖碼的動作 他是用一個就類似像亂碼 或是用一個代碼的部分 去把你的資料給鎖起來 即便是你今天維修的人 去看這個伺服器的資料 也沒有辦法知道這個人 到底是誰被居家隔離 對 OK OK 所以隱私才顧得到 對 所以這個叫做虛擬化的APP服務平台 那本身來講的話 他也可以做雙向通報的動作 雙向通報是什麼 我現在要去Saven告訴他 那當然不能去Saven 就是說你今天來講 比如說你今天來講 你確定有在家裡頭 我可能是要看你的視頻 你就變成這樣做簡訊的 用簡訊的回報 或是你今天來講 你必須要用face ID 就是用臉部辨識 或是說指紋辨識的部分 去做一個雙向通報的動作 所以這個APP都做得到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可以維護高隱私 又可以節省能力 高效率 精準度高 精準度又定位的非常非常的精確 透過趙欣高他這麼一說 我才知道原來 這套的供應院 智慧關懷居家管理系統的APP 你看效率這麼高 這麼樣的精準 因此絕對會有商機 相關機會股 來最後幫我們補充 好我們來看一下 相關的Wi-Fi晶片的概念股 本身來講IC設計的部分 有瑞玉以及利基 那我一樣是挑選到兩檔個股 然後有的是比較沒有漲到的 一個是漲幅比較多的 那基本上來講 是做一個比較的動作 那我這一次是把投信給抓出來 投信跟外資抓出來 投信比較重要 對 因為這一次來講 外資一直都在賣 但投信他現在是做一個索馬的 索單的部分 那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到 瑞玉的部分 這一波只有漲50% 但投信其實是買了7,327張 所以這檔個股來講就是反而可以去做一個相對的一個留意 而且你看利基本益比這麼高 反而瑞玉股價有點委屈 那基地台 基地台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是挑兩種 就是做一個散熱的部分 其實做基地台 其實有很多檔個股 但我們今天來講 把散熱的部分給挑選出來 那泰數來講 這一波只有漲了42% 其中的部分漲了63% 那其中來講 為什麼會漲那麼多的原因 是在於投信是積極在做一個索馬的動作 他本身來講本益比也是相對的一個低廉 那人眼辨識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舊題材 但現階段來講 還要賦予一個新的新的生命 投資朋友可以去留意 訊息精彩以及宏捷科的部分 我一樣去把波段的一個漲幅把它挑選出來 訊息來講 現在漲幅66% 精彩上漲90% 宏捷科的部分上漲63% 那我一樣把外資的部分把它抓出來 外資來講的話 現階段在訊息的部分是賣鈔的 那精彩投信是買鈔的 宏捷科的部分是買鈔的 那請投資朋友注意到一個重點 你有限階段是故意把投信跟外資做 做分開來轉的話 就是投信一般來講的話 你要操作就是沿著10日線去做操作 那外資來講的話 因為這一波它賣超賣比較多 就是以20日就是range把它拉比較大 月線 對 用月線來做一個設防守點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請問我們來挑幾檔 我針對涵蓋基本面在內的本益比 瑞玉本益比我挑低的 股價比較有點委屈了 那這個是齊鴻 還有包括了這個訊息 再來一個泰碩好了 就這四檔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K 從瑞玉開始好不好 瑞玉 好 我們來看一下瑞玉的部分 現階段來講在現行圖來講的話 也是打一個頭肩底的一個部分 那這檔個股來講 很明顯的是投信在做一個 積極說碼的動作 外資現階段也開始做一個 小幅的一個卡位 它是投信的任陽股嗎 對 投信任陽股 所以這檔個股來講可以是依照十日線去做 做一個留意就可以 十日線的藍色條線 OK 好 第二檔 我們要看下一檔 齊鴻 齊鴻的部分來講 你看突破了之前的平台震盪整理區之後 投信反而跳進來買了 這就是追強勢股的一個操作 軍縣都站上了 都站上去了 所以上個股來講的話 它已經回補了之前的跳空缺口 準備要去觸碰這邊平台震盪整理區 訊息 訊息來講的話 這一波他法人比較沒有做加碼動作 但他題材還在 就變成說看到什麼時候 法人開始做一個積極加碼 那現階段來講 他在做一個打底 還在做打底 但是因為法人沒怎麼買 股價沒跌 這不是在成妙嗎 對 買盤是誰請您思考 再下一個泰塑 泰塑呢 泰塑來講的話 他這一波其實是沒有跌到的個股 所以他漲幅也算比較慢 因為這一波武漢肺炎 他其實沒有什麼跌到 但他今天來講 也突破了一個平台震盪整理區 他投信來講 前一波是卡在這個地方 OK 全部都卡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現在做一根突破 投信全部都做解套了 這些的標的 就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囉 趙欣謝謝您了 公文院今天的獨家 原來這套APP如此好用 四大優勢 我們再總結一下囉 一個特色 精準定位 強度確認 高便利性 維護高隱私 而且最重要 要幫剛剛的警察 里長一個大忙 不然一萬多個人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回第一張囉 太辛苦了 里長的助理哪有那麼多啊 阿姨 媽媽 老婆 都就要來幫忙了 還不夠 所以大家辛苦了 透過了智慧化 透過了工研院 這樣套的研發 這一次的防疫 真的是大家一起來 希望能夠成功哦 最後的相關概念股 您就分享看看了 進廣告 這也是因為疫情之下 當搞得大家一團亂 但是大家不懂的是 明明經濟還在不好 還在很差 莫非呼應了 剛剛會仔姐說 經濟下 股市上 上的是在未來 但有證據 有數字來佐證嗎 如果理由找得到 那麼台美股 美股與台股最近 跟著美股動嘛 觀察面向呢 投資方向策略要找完嗎 等一下 出動用 搭裂 插 我們在這裏 都調節 用 劑 搭裂